下午搞了一個預處理,晚上我們直接搞HSO的後繼扣症 那現在我們是把HSO的預教準已經全部好了 然後我先說一下前面沒有錄的是我把這三個通道全部做了一篇DBE 這個可以在歷史紀錄裡面看的 改了個名字,然後對齊了一下,然後重新裁了一下,最後做了一個DBE 那現在幹嘛呢,因為那天晚上後半夜風比較大 所以說有兩個通道的新典都過得很好 那我們要把他們新典筆給挽救回來 畢竟單個通道拍了兩個小時,還是能用的 那做DBE最簡單了,先做新典執照 這是哈通道的新典 把這三個移過去 這邊要留很多個格子,因為這邊有很多東西要做 我覺得就是目前我這個流程能出來圖還不錯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做錯了什麼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大佬的話,看到這裡 不屑一顧也可以,潘味也可以啊 我只是根據目前現在我自己的理解在做這個後期 那這句話不多說,我們做了哈通道的,我們再做一個歐通道的 用腳本去做這個新典的這個圖,並不是我偷懶 但是其實就是為了省時間啊 這個新典的照,反正大家用starmas可以可以做 用我這個也可以做 那我這個做的話呢,就是後面還要再對這個,對這個一些線性的調整 需要把這個,不是新典的部分要切掉,然後是新典的部分要給它加量 加到足夠量 然後這是歐的新典 再做原式的 這個還要再調整一下 然後新典製造做完了,然後我們去生成它的閃點圖 閃點圖在Render裡面,然後有一個這個PSME Winch可以直接生成出來 我們一個個好 我也不知道下午有沒有錄這一段啊,因為這一段其實很枯燥 然後也比較耗時間 但是我還是說一下,因為在這張圖可以開始疊加的時候啊 之前你需要做到很多東西 好,這個是哈通道的,三點圖,哈通道 好,這個是哈通道的,三點圖,哈通道 就幫大家這樣鑄ès Id 嗯 我以為了很多食欧 我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個是今天錄的那個蝌蚪,幸運的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這邊的那個三卷級的效果挺不錯,在周克瑞化 但是他的平坦掛了,所以說我也不知道邊緣這邊到底是黑底呢還是真的全是這種藍色的東西 所以說圖呢,我只能說著我盡力了,等他什麼時候把平坦補了,我再重新弄一下 或者用他掛了的平坦我們教訓之後裁兔也行 好,兔出來了 其實S啊,這種S啊,是不太應該去做反卷機的,但是我想試一下 因為這個S實在是太偏了,你看這個3.2都什麼樣子了 那再做這個範圍蒙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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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哈的那個範圍蒙版 然後再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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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做個S的 但是S的話就不是特別好做 因為他的限道比實在太低了 差不多就這樣吧 好啊 他們都套上 然後 然後就做這件事情啊 就是 做傳說中的 預覽 大概這些交界的位置以及中央的位置我們都要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開我們的反卷機 先做哈的 那就把哈的這個三點圖加載進來 然後默認先用二十次試一下 然後這裡就用哈的HSM去拿了 好啊 先逃哦 逃你 可以看到這個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嚴重就是說明這個 我們的值得去高了 我想想啊 嗯 我們先不做反卷機 我們先做一個MEO的降噪 等一下 要發出你 2.878 乘以16 輸出6.048 这里一般有0.4先试一下 这样的不是特别多 我们可以继续再提高一点参数 那里面帮他试一下 翻一杯 好,稍微的这个耗力好了很多 那我们再找一个像这个位置,这个暗云期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暗云期的位置降到降到好的话呢,层次也都在了,而且不会特别油腻 嗯,降得还不错 那我们就用这个参数现象 我可以看到已经降得差不多了。看一下啊 作為一個降噪 好 那R的降噪先完成了 先放在一邊 然後再說Other降噪 老樣子 好 我們降噪完成了 噪點還在 但是變少了 這個東西我們要小心做一下 然後在這個時候再做我們的反卷劑 把這個新造筆給還回來 先試一下 按照這個來做的話是怎樣 Hard閃點圖 Hard新點 紅板 按個字疊代 可以看到這邊 邊緣出現了這種東西 那說明有一個東西不對 什麼東西呢 對嗎 好 我們再跑一個30次 是新點盟版的問題 然後我們再調整一下參數 這種黑圈是可以解決掉的 先跑20次 還有黑圈 那我們繼續再加 好 看到黑圈變少了 黑圈變少了不代表還沒有 這個黑圈還在加 好 基本上黑圈已經消失掉了 再繼續看第二個 preview 去接觸 新點還是有黑圈 而且這個 亮的地方有點太亮了 那我們還要再繼續調整 這個加到6 這個加到1 好多了 好 那 這個是20次疊代的 我們換到40次疊代 用哪個換呢 用這個換 這個結構最複雜 新點黑圈還有 你可以看到 這個黑圈還有 黑圈有的話 我們還得繼續加參數 也可以降疊代次數 好 那 呃 我想想 我決定呢還是降疊代次數 因為這個外面還有一圈黑的 先加到75 然後我們降到30次 好 這樣基本看不出來黑圈了 然後細節也都還回來了 我們就決定這個參數來 所以 看下機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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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多人 多分 卻心理 不 不 都 不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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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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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我们合之前最后一步 Linear Feet 我找了很多资料 发现参考证是O才行 该不然出现了这个颜色就会绿绿的 邪能的这个哈勃色 然后如果觉得S的这个信号太差了一点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用Pixel Maps做一个比较假的红颜色 等会我们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HGS核的一个新的R 那现在就是合成的一个时候 合成用L RGB Combination核 那这是SHO的一个核法 我们先合一张 合一张的时候先用这个5.5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动 出来的颜色呢就还好 那没有说那种鞋能的绿色 清点的颜色我们后面会修掉 而且这边的细节都亮起来了 那如果说是用我们做的红色盒呢 颜色会更好看一点金色一点 这个看你们自己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一个颜色的 相对于那种黄黄的来说我比较金金的 我们再把两张图都合出来对比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真正的SHO 一个偏绿 一个是金黄加蓝 一个是更蓝的绿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寄冲到混1.S在里面 这样子的话颜色也会更好看一点 那我们继续做一下 0.1的H加0.9的S 错错了 H加0.1的S 这是G通道 我们再把这个换成G通道 这个换成R通道 O通道一般是不变的 一般都是 就是你们调的时候 一般都是调这两个通道 混来回去 更金 但是这样的话会丢一点细节 那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细节丢在哪 丢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种H和S在一起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 这个细节最丰富 这两个的细节都因为灰色而丢了一些 那就丢在这里 那我们就不做这两张吧 我们做这个混了R的 好 这是最初的HR收照片 这个图出来了 我们要干嘛呢 Background Neutralization 给它做一个 这个 做一个预览 这是底色 颜色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看呢 不是那么绿了 对吧 不是那么绿了 然后我们在干嘛呢 我们再把这个绿颜色稍微去一点点 去一点点啊 那就是零点啊 这个时候金色蓝色都出来了 好 新点是紫色的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个已经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角度了 好 能直接点一下 新点颜色就回来了 看一下 紫色新点变成蓝色新点 然后黄色新点也有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再调一下色平衡就好了 对 蓝色的色平衡要调一下 外面的金色就这样留着 那这张图基本上就可以继续火器了 蓝色的色平衡不是最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老样子 哎 我倒出来 现在要干嘛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邪能一点了 现在我们再做反卷机 对 就是这张图再做反卷机 那这个反卷机呢 其实就反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但是我想试一下 之前一直做别人的图做不出来 那做自己的图想试一下 这张反卷机再说一次降噪 结果一切都OK了 这个黑点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真正有的 还是我的屏幕上的灰 应该可能是有的吧 嗯 反卷机要是什么 那三样东西 那我们直接先做三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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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背景回音 然后取在局上 把这个颜色变得有点奇怪 这个颜色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再确定 然后再确定 那这样好一点 这个星点的颜色比方便要好调一些 因为蓝色有点爆啊 这边看这个蓝色有点爆 然后还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继续 呃 打要倒出来 那三点图还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无所谓 好 我们做它的星点模板 好 好 不要把那些什么星云的细节给弄出来 这是L的星点模板 最后做一个范围模板 这个稍微模糊一点 然后它的边缘更多的人照顾到 基本上大部分星云的位置都照顾到了 然后还是老样子 好 三个 这个 继续我们反卷积 这个反卷积 这个反卷积就只能轻轻的反卷积了 因为我们三个通道其实已经反卷积过了 我们合了之后再反卷积的话 是有点违背场里的 只是斜门一点 斜角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闪点已经 除了椭圆之外 其实已经很均匀了 不像之前那样非常不均匀 那我们还是以0.08开始 这个0.08 0.08 0.08 然后星点模板 我们用的是LSM 好,我们跑20次看一下 还不错耶 但是星点有黑圈出来 可以看到黑圈 而且感觉就是边缘有点锐化过头 那我们继续还是用15 边缘其实有点锐化过了 有点爆了 经典的黑圈倒是不是特别明显 能用10次吧 有点太亮了 有点太亮 只能夹到15 好,就这样 看这个细节 看这个细节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太亮了 真的有点太亮了 实行 就是轻轻的返卷机一下 就是那种细节看不出来的反卷机一下下 那后面就再也不会反卷机了 不要急着喷我 我只是想试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做一次降噪 实际上呢就像现在这个情况呢是没必要降噪的 那我们试一下就是把降噪调到很低很低是不是还能再改善一下造点的情况 那这个降噪要怎么做呢 这个降噪我们把这个L通道变成线性的 非线性的 这个时候它变成非线性的 这是非线性的图 然后很容易丢出来 我们把它的退回去了 把它保持线性状态 暂时不用它 放了一边 那这张图呢 我们要做的叫亮度龙板 这个亮度龙板直接在线性状态 线性状态去切 就是把黑色的地方切掉 这个很黑很黑 亮的地方呢 调亮一点 下来就这样子 这是一个明度龙板 把明度龙板套上去 那这个龙板要干嘛呢 我们要降噪 浩长觉得这样子的 我们反向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黑的地方出来 这些黑的地方是我们要降噪的地方 降噪用什么 用这个MLT 然后这边已经有一个非常低的数值的降噪了 那我们先直接跑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快 毕竟电脑还是个12盒的电脑 看一下 道点是不是很平 这种轻微的降噪应该是不影响的 而且看不出油腻的情况来 这种亮的地方都没降 然后再看一下这边 灰的地方 那这个降噪 然后 不光这个要降 我们的这个 彩色队也要降 来将龙板 降噪 不光这个要降噪 跳到前 跳到后 就是照点刚刚好没有的那种状态 非常好 刚刚好没有 这张图的细节也都在 好 那到这个步骤开始 我们就进入一个 从非线性转线性的步骤 线性转非线性的步骤 我一般还是直接用这个连线性转线 现在已经转到非线性状态了 这张也是一样的 在非线性里面目前其实我们能做的不多了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张图 让它黑的地方稍微再黑一点点 暗一点点 让地方再亮一点点 再轻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灰度 我们再做锐化 锐化是全局锐化 最多造一个新点模板 但是其实可以连新点一起锐化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一键锐化能锐化出什么效果 用一个很轻的锐化 用一个很轻的锐化 因为我们卷积已经其实 新造笔啊锐化都做的差多了 这一锐化是全局美国的美国有限的品牌 这首剑 燃花效果還行,那就這樣,最後再做一個DSE,就完善 這邊幾層的這個運氣狀態也有了 我比較喜歡25% 好,他把這個程式感做出來了 那這邊很簡單 我們把AB,他的AB拆出來 和這個L合併 我們再看一下和原圖的對比 還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簡單 這邊的接下來就是其他的流程 是顏色調整的流程 是只調這張圖就行了 其實顏色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好看一點的就再調一下 首先我們拿飽和度 我們就調這個圓圖的顏色好了 這樣拆AB的時候好拆一點 先拉飽和度 我決定造一個新典模板 差一點把新典模板灌了 對,我們把新照住再調到顏色 這樣子不會讓新典的顏色變得很奇怪 我們會再單獨調藍色的色相 太亮的地方我們還是要把寶和度拉回去 太暗的地方我們也要把寶和度拉回去 我們只調中間這一部分 這種暗的地方我們不需要動寶和度 然後我們再改一下它的這個queue 就是整個的一個設置設定 讓這個黃色變成金色 已經夠金了 現在是金,然後我們再做一個LRGB的調整 這個時候我們要把新典模板取消掉 藍色有點太暗 有點太亮 所以說我們把藍色稍微減低一點點 綠色稍微 加一點點 然後再調色色彩的顏色 然後再調色色彩的顏色 藍色的寶和度太高有點暴 綠色也有點太暴 紅色我們要多加一點點 好,我們看一下之前的圖是什麼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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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之前的圖 然後整了之後 就是黃、藍、金、紅嗎 紅還有一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寶貨隊沒有爆 應該是沒有爆的 新典的顏色也都回來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再拆 拆了之後去合成 那這就是基本上是最終的圖了 最後是傳蟲 好,好,好 啊 然後最後是GPS 我們把這個青色變得更藍一點 比如說湖藍色 當然對於攝影來說 湖藍色應該是個不好的顏色 但是升空如果是金色配湖藍色的話 顏色還不錯 不能紅配綠嘛 對吧 直接打開這個 怎麼還沒打開 先改色吧 這天我不負擁慌 能否堅持總換這一場 大邊滿水 青山總有一滴不響 改色相 上寶盒 紫色加一點 亮度再改一下 藍色亮一點 綠色亮一點 淺綠色也亮一點 黃色也亮一點 藍色淡一點 藍色多一點 紫色淺一點 好 這就是你們想要的圖了 先不見 第一次 幾年 聽一首歌 嘅 你不該遠遠的看 回瞭著心的 你會跳著心的 甚至當你衝擊 甚至有聲 这都是黑历史的 都是黑历史 这是黑历史的 这都是黑历史的 好,那這期的教程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能學到點東西,希望如果我有做錯什麼的話,就這樣吧 拜拜